大家好,我是小韩,欢迎来到明寒时宜 今天我就用胡萝卜来做好吃的 加一块腊肉,不用煮,不油炸 做法简单,营养又好吃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做吧 首先准备两个洗干净的胡萝卜 把它斜刀切成段 再把它切成片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 放在一旁备用 再准备一块洗干净的腊肉 这个腊肉是我们自己老家烟熏的 看着有点黑 但是吃起来味道非常的不错 把它切成片 切好之后 装入盘中 放在一旁备用 再准备洗干净的青红椒 把头和尾去掉 再把它切成两半 把籽去掉 再把它切成块 切好之后 装入盘中 再准备几头大蒜 再准备几头大蒜 把它切成片 切好之后 装入青椒的碗中 放在一旁备用 锅中水提前烧开 加一勺盐 把胡萝卜倒进去 把胡萝卜倒进去 焯水两分钟 把它搅拌一下 两分钟后 关火 把它控水捞出来 放入盘中 然后另起锅 然后另起锅 加入清水 把腊肉倒入水中 盖上盖子 水开后煮两分钟左右 去一去腊肉的咸味 两分钟后 打开盖子 把它碰水捞出来 放入盘中 好香啊 现在就已经闻到腊肉的香味了 然后锅中加入少许的油 油热后 把腊肉倒进去 像这样普通的翻炒 把多余的油炒出来 像这样就可以了 把青铜椒和沙片倒进去 控油炒出来 放入盘中 然后锅中留少许的油 把胡萝卜倒进去 像这样不停的翻炒 然后把青铜椒和撒片倒进去 然后把青铜椒和撒片倒进去 像这样继续的翻炒 把青红椒炒至断生 然后加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把它翻炒均匀 像这样就可以了 把辣的包进去 继续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后就可以出锅了 盛出来装入盘中 像这样葫芦拨炒腊肉就做好了 葫芦拨的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 它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 多吃可以补干明目 老人和小孩都可以多吃一些 胡萝卜这样做真的是太好吃了 加上一块腊肉 非常的入味下饭 喜欢的朋友就赶紧收藏起来吧 我是小韩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观看 还有